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会期10月16日至10月22日 我作为大会新闻发言人 对前来采访报道这次大会的中外记者 表示热忱的欢迎 受大会的委托 我向各位记者朋友介绍党的二十大有关情况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全党全国各个人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整结过去五年的工作 全面整结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取得的政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全面把握新时代 新征程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新期待 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从战略全局上 对党和国家事业 做出规划和部署 今天下午 召开了党的二十大预备会议 确定了大会的议程 大会主要议程是 听取和审查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审查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选举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选举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预备会议通过了 大会主席团成员建议名单 大会将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 通过设立秘书处 负责大会各项会晤工作 通过了王沪宁统治 为大会秘书长 预备会议后 召开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 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大会具体日程 推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目前党的二十大各项准备工作 已全部就绪 进行 수�元本是十二十三 五一一 中四一 中四一